我们是数位游牧 过着一边环游世界 一边工作的生活 我们来了 下一站 我们来到了波兰的古都克拉克夫 我们会体验这里的文化 吃美食 认识当地的朋友 和我们一起出发吧 大家好我是世凯 大家好我是米娜 我们要去其他的城市工作生活了 但是这次不是出国 这次我们会待在波兰 我们要去另外一个城市 第二大城克拉克夫 对我们去克拉克夫 克拉克夫很有趣 它是游客最多的波兰城市 然后我们很意外发现 哪边台湾人蛮多 而且有台湾的餐厅 所以这是美食之旅 对所以我们相信这一次的出国 不是出国 其他城市工作生活的计划 一定会非常有趣 对你看你太习惯了 出国 好那我们火车快要到了 我们等一下就要搭火车咯 波兰火车停靠月台的位置没有固定 所以每次火车到站 就像是乐透开奖 像我们拆错位置 就要提着行李冲去车厢 华沙距离克拉克夫 大概是300公里 这台火车号称是波兰的高铁 但是其实也要花两个半小时 所以其实也没有那么快 比较像自强号的感觉 我们就坐波兰最快的火车 从首都华沙 直达波兰400多年前的首都克拉克夫了 快到啰 准备下车 那这边是波兰的第二大城 也是11世纪到16世纪的首都 是华沙之前的首都啦 华沙人跟克拉克夫人一直有一些心结 有 对 那这个城市并不是特别大的 它没有超过100万人口 但是每一年有非常非常多游客来这里 超过100万吧 对 所以其实加起来还蛮多人 对啊 所以这边其实比华沙的旧城区还要多人 因为这附近有盐矿还有集中 也都是世界文化遺产 好那我们先去Airbnb check in吧 好 应该就在这边了 阿蜜拉还不知道里面长什么样子 因为都是我在地 那我们就进去看看 不用和人互动 我们就直接输入密码 就可以直接入住啰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小公寓 在一个古老的建筑 所以这也很特别 就是气氛很独特无恶的 我们有大大的床 这里有衣柜 哦又运动太好了 又打了很多衣装 我们有洗手间 蛮大的 有浴室啊 什么都 干游的都有 因为我们还会在那边工作 这里有适合工作的桌子 然后这个角落是特别美的 你可以坐在这里 然后欣赏旧城 好 快 收到 日落了 但是克拉科夫旧城的夜生活 现在才要开始 听说这个旧城晚场是全欧洲最大的 晚上这里非常热闹 尤其是夏天就 哇 都是游客 所以不管你星期一还是星期四 还是周末都是一样热闹的 非常漂亮 但是我们不太是那种party人 我们完全不会去什么club什么地方 所以我们晚上先散步散步 然后再回家看来 那假设我们还是晚上会去club 我唯一可以跳的舞蹈是 Mila开心的舞蹈 跟大家讲一个有趣的试试 在克拉科夫有哪里的游客最多呢 那就是英国的 然后英国的游客很有名 因为他们每一年夏天 一定都会上新闻 一定有一些英国的游客 他们会脱衣服 然后在这里奔跑 在救生 所以他们已经是很游民的游客 正当我们想买冰淇淋时 没想到我们被陌生人盯上了 不好意思 我对不起 但是我需要问 你从哪里拿到你的池袋 在拉斯州 不在这里 你喜欢吗 是的 我觉得可以 谢谢 刚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接着跟你的过来 然后直接问 拜托 对不起 我必须问 你那个背包在哪里买的 超喜欢 谢谢 我知道 这个背包是老公送给我的最美的药 我们的传统 不管在哪里 不管是什么季节 不管外面零下还是 还是夏天 我们都吃冰淇淋 我们最喜欢开新国 口味 因为这里外国游客很多 所以当然也有不少夜店了 好晚一点去夜店好了 可以去我都没有精神 好那我就去了 去吧 去吧 你可以去我 留没有控制你的生活 但是我不保证我会开心 所以我们就乖乖回房间 结束第一天晚上 虽然很想赶快逛逛这边 但是不要忘了 我们都还是需要工作的 我们下班咯 那现在终于有时间 加入这一群游客 然后一起逛 看他辜负 出发吧 广场的中间有个著名的建筑 这个就是中世纪 布料买卖的市场 在旧城广场的中间 有中央市场 中世纪的 那边有一堆摊子 可以卖一些经验品类的东西 当然他们的品质 因摊子而已 有趣的是上面 所以也值得看一下 上面有不同的城市的一些象征 每一个旧城主 一定有他的使征厅 所以就实际 使征厅被拆掉 剩下这个塔 如果你想要 可以爬上去看克拉克福的全景 我们刚好听到 圣玛利亚教堂的整点小号 圣玛利亚教堂 是克拉克福的著名地标 每小时这边都会有人吹小号 十三十几 蒙古人他们攻打这边 然后那时候有个人 爬到塔的上面 开始吹小号要警告大家 那吹到一半被剪射死了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旋律 到一半就会忽然停止 算是重现当时的历史 好我们现在来到了这里的犹太区 那这边有很多特色的餐厅 非常有艺术家的气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 其实波兰有很多犹太人 但是当然发生了一些很惨的事情 然后现在就是少数 但因为他们之前在这里人真的很多 所以有自己的一个区域 来到犹太区 很多游客都会尝试波兰式的披萨 大家都在排队 人很多 我看现在有些波兰风格的披萨 好收工 Zapikanka算是波兰有名的街头小吃 一片面包 然后上面跟披萨一样 有起司 然后有一些配料 我们选的是经典的 值得吃 但是给你选 你还是想吃台湾料理 台湾料理 我每一天吃三明治 每一天 然后我很喜欢三明治 但是这个 应该不是我优先的选择 但是值得吃 你看 大家排队疯狂的买那个 所以大家真的很喜欢吃 所以还是值得 吃一口 我觉得它特色是它外面面包是烤的酥脆的 所以会比你吃普通面包 还有趣一点点 这里每一年也有很多犹太人的后代 来这里看他们的祖先之前住在哪里 然后顺便参观 克勒克福附近的德国纳粹建立的集中营 克勒克福是全波兰游客最多的地方 疫情结束后 爆满的人潮又回来了 我们走到巴勒的山丘 克勒克福是之前的波兰首都 然后那时候有国王 那这个山丘就是之前波兰国王的居住地 我们现在要爬山区 看那个城堡 看那边的教堂 都非常有趣 然后还有一个神秘的冬雪 从山丘这里可以看到的这条河叫Viswa 它是波兰最长的河 它从山区最南部的那边上去出发 然后再经过旧的首都克勒克福 经过我们现在的首都花沙 然后直接到波兰的海里 你们看这么漂亮的 这么整齐的 美美的城堡的館场 那边有教堂 可以去参观 可以去踏到那个塔上面 看到一个有名的钟 也可以到底下 然后这边近距离解除波兰的历史 那就是近距离看到一些国王 还有一些名人 重要的人物的坟墓 那这个门后面有一个神秘的洞穴 这个洞穴你可以自己下去 楼下我也看到一个怪兽 就是克拉古弗 因为有一个故事呢 就是之前这个克拉古弗 他一直打扰大家 所以国王说 谁杀他就谁跟我的女儿结婚 然后很多骑士他们都试过 结果失败了 全部都失败了 然后只有一个聪明的鞋匠 他在羊里面塞了一些硫磺 然后给龙吃 龙吃得很开心 但是当然中毒了 然后就这样死了 所以结果 那个国王的女儿 又跟那个鞋匠结婚 然后快乐地在一起 希望 走到下面你会发现有一个龙 但可能没有大家想的这么 这么大这么壮 然后他也会每几分钟 可能三四分钟碰一次火 所以可以看一下 但是不要期待太多 拉古是一个殖民的艺术家城市 不管是国权还是现在都是 都有那个气氛 我们在这里有一些有趣的博物馆 那其中一个就是Museum Chartreskich 那边有一个有名的大vinci 在这里的话包着印尼 印尼的女子 你看在博物馆的各地 甚至有印尼餐厅 很有气氛 这里很有那种古代的气氛 当然除了旧城之外 克拉古皮有他的鲜代的一面 我们现在在八火公司 美食街找午餐吃 那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会继续介绍 克拉古的一些有趣的东西给你们 那我们下次见咯 下次再见 那我们真的很幸运 刚好这个周末有国际的民间艺术节 那我也收腰 要在这里调传统的 开心的米老舞蹈 是真的故事 很快 嗯 完了